外电消息来看到意大利北部大城米兰发生了坠机事件 有一架私人飞机坠入了一栋办公室 机上8人全数罹难 办公室遭到撞击之后陷入火海 不过还好当时附近并没有人 也有几辆 附近几乎遭到几辆遭到波及的车辆 也都没有驾驶或乘客在车内 因此这场空难是没有造成地面民众的伤亡 波及上再有8个人 当中包括了一名68岁的罗马尼亚医院富翁 以及他的七小 连同机上另外5个人全数罹难 而飞机从米兰飞往萨丁尼亚岛 起飞之后不久就开始下坠 失事原因有待调查